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人口中 心脏病中的惯性病所占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蓝色的一大片占58% 所以惯性病在心脏病中的比例也是非常之高的 我们再预测一下未来30年的情况 那么这个现场是一个60岁以上年龄组 那么从2000年到23年 那么这个惯性病的华币率还是一路贪生的 50岁到50岁59岁这个年龄组也是一路贪生的 那么我现在是40岁他们也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所以说不管是惯性病的华币率引起了死亡的原因 还是接候的一个走向都是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局面 所以说我们要加强对惯性病的影像诊断的研究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就是对惯性病的那个影像的检查 都有哪些方法 请哪位同学呢 起来给我回答一下 好 请你 有LGN 缩冲 CT 持综症 TSA 还有何医学 回答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说 目前的一些惯性病就是影像检查方法的 基本上就有这些 首先是S射线 那么这个是一个最传统的检查方法 从1895年人情发现S射线以后 就已经用了现在 一直用了现在 还要继续用 其次是超生 然后呢 就是合医学 合医学呢 当然包括SPE CT 还有PID 那么PID被认为是现代高科技之外 那么呢 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规的CT 这也是常规的CT 还有呢就是有创血管造语检查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呢 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 合医共证检查 那么我们合医共证检查 在惯性病方面呢 就是说 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大家请看 一个 我们可以观察心脏的结构 另外呢 还有呢就是观察它的组织和性 还可以呢 通过那个电影磁工的成像 我们可以呢就是说 观察它的血流的动力学 其他的 还有呢就是 穿灌注的表现 还有呢 星际的活性 来背面 还有呢就是 还可以做 血管造语 这个是无创的血管造语 那么呢 还有呢可以观察呢就是 灌脉的斑块 还有呢 我们通过磁工的波浦成像 可以呢观察星际的代形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 持共证 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和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呢 就是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持共证这么好 那么在检查过程中呢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讲的就是 成像的技术 成像技术 周围的这个 头像以后 我们用这个黄线定位 大家看这是使尖刻 那么这个定位现在 跟这个使尖刻 是平行的 所以呢 这样定位做出来的头像呢 叫做 平行与使尖刻的 心脏的 长周围头像 这个是 定位的方法之一 那 得出了这个 平行与使尖刻的 心脏的长周围头像以后 我们再用这个 绿线的定位 右心防 右心死 使尖刻 左心防 左心死 那么这个使尖刻叫做 垂直于使尖刻的心脏的 常周围头像 得出了垂直于使尖刻的心脏的 常周围头像以后 我们再来就是来用这个 白线定位 那么这个使尖刻呢 就是叫做 垂直于使尖刻的心脏的 胆直于使尖刻的头像 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给大家讲的 心脏持终症 在临床方面的一些应用 首先 持终症 我们可以来就是说 显示心脏的大小形态 那么这一个头像呢 是一个黑学的头像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是右心房 右心死 左心房 左心死 这是使尖刻 那么这一个呢 是我们刚才讲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 叫做平行于使尖刻的 左使长处图像 它可以看到哪几个结构呢 这个是什么 左使 这个呢 左防 我们能看到两个心 所以就是说 叫做两枪心 那么这一个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叫做垂直于使尖刻的 左使长处像 为什么呢 因为垂直 所以我们能看到使尖刻 这是右心房 右心死 左心房 左心死 这是使尖刻 我们一共能看到几个心腔 四个 所以呢 这个人也叫做四枪心 那么这个是一个 胆足位的头像 胆足位的头像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是 左心 死 这个是 右心死 这个是一个 胆足位的头像 那么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 除了 持功证可以做这个 形态检查 我们说还得做功能成像 那么呢 做功能成像 都是用电影序 我们持功证呢 首先呢 是可以做 形态和形态检查 那么他除了做 形态检查以外呢 还可以呢 就是做功能检查 那么这个呢 三后头呢 都是一个 电影的头像 那么电影序呢 他都是用白血的技术做的 所以他心腔里的血液呢 都是一个 高信号 什么样的 做 心脏功能检查的时候 我们一样要做 垂直于死间隔的 左死的长度像 不要做 平行于死间隔的 左死的长度像 还要呢 就是做 垂直于死间隔的 左死的板足位的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心脏的 一个动态的 一个 电影的成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从心底 到心间 我们一直做了这个 做了就是15个层面 还可以呢 就是做 长度位的图像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呢 就是动态的电影 那么这个图像呢 就是说 这种功能的图像 是其他任何的影像检查 都不能够跟我们相比的 我们还可以做心机的灌足 那么这个是一个 动态的一个电影的序列 大家能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 就是 右死的 先灌足 然后呢 左死先灌足 然后呢 就是心机先灌足 那么呢 这个就是说 研究心机的灌足 我们持共证呢 也可能做得非常好 那么呢 除了做 形态 功能 灌足 我们还可以呢 就是研究心机的活性 我们持共证上 都是用 啊 延迟增强少量的 就是 进行做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 长足像 这也是一个长足像 一个平行的时间 一个垂直的时间 一个短足像 那么延迟增强的场面 就是正常的心机 就是一个 黑色的形状 那么 我要请大家记住 这个样子 就是说 正常心机 是正常的心机的时候 做延迟增强的时候 它是漆黑一面 就是说 持共证 除了这些形态的测量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 进行评价心机功能 或心机的收缩的储备功能 那么呢 我们还可以 结果呢 就是这些药物 你比如说 加上心脏复活的药物 像盘神经 像多巴分地 这样就可以 就是可以 检测心机的 这个收缩的储备功能 那么 对于这个呢 对于这个 病人的诊断和治疗 也是非常有帮助 那么 这一个呢 是一个 呈了这个 呈了这个 心机的这个 尺滴增后月啊 夜几值的这种情况 那么 你看这个是一个 那么这个是 在这个 合一学 是最早应用 我们持共证呢 把它呢 就是应用到我们 这个研究上也非常好 这个黄原生呢 就是代表呢 就是不同的 这个心机的厚度 如果是越黄的地方 那么就是 心机呢 就是越厚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 还可以呢 就是车 车心机厚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得非常精确 我们可以把 左耻的个臂 分成呢 就是八个段 然后呢 就是具体到每一个段 它的厚度是多少 这样进行车量 我们还可以呢 就是观察就是这个 心脏的运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真实的一个电影的图像 你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 心脏的收缩 梳脏运动 也可以看到的就是 血液呢 从左拔流到左死 从左死呢 再进入组统来出去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 是其他的影响 是我们的那个 都不能比你的 这旁边的这个呢 是一个模拟的那个心脏运动 那我们这个红颜色呢 是中间的那个呢 就是心内幕 心内幕 心脏的里面 外面这个蓝筐呢 是心外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这看起来就不像一个 真实的心脏形态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个筐的运动呢 就是可以把心脏的每一个部分的运动呢 就是标记得非常清楚 那么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有没有运动 运动的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呢 就是 呃 呃 测量呢 就是左死的呢 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个 容积的分数 那么我们刚才呢 就说 是把这个呢就是 心脏呢 就分成了八个段 那么我们每一个段 就是说 每一个段的这个运动情况 我们都可以呢 就是把它 用不同的颜色 把这个心脏的收收曲线的这个事情 不要去说呢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左心脏的一个容量的曲线 什么叫容量曲线呢 就是说 它在左手完全充满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 然后 摄血的时候 又是个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 把它的这些 容量呢 就反映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这里的参数 有 疏张默契的容积 收手 收缩默契的容积 还有 每一次心脏呢 就是摄出血的多少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心脏呢就是摄血分数 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功能呢 都可以把它呢 就是做出来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呢 就是左手的一个 功能的曲线 那么正常呢 就是这个 凹型的一个曲线 我们通过这个曲线 可以呢就是 得出左手的这个 这个 输张默的容积 收缩默的容积 那么 美国输出量 那么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这个 新功能评价指标 还有可能就是这个 摄血分数 那么这个 摄血分数呢 是67.37% 这是一个正常的 如果异常的时候 低于50%的时候 甚至30%的时候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 异常的 一个 形状的 大家呢 也要把这个正常的 形状这个 容积曲线 记得清楚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盘神经复活的一个 试验 那么这个是一个 怎么样看这个图呢 大家记住了前面的 那个左手的容积曲线 那么这个 大家说 从它的形态看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 也是呢 就是 两边高中间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 局限 那么我们呢 从它的这个 功能参数看呢 收索模拟容器 书章模拟容器 美国输算量 那么这个 左手的摄血分数呢 是58.45% 那么 稍稍呢 低一点 这个呢 是它的那个 反映那个 就是 左手的那个 那个 新式那个 收索厚度的一个 靶心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黄的 就是 正常厚度的 那么这个 新肩部的时候呢 它黑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呢 单凭这个呢 就是正常的 这种 我们的华性图 就是说 反映这个 实际厚度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刚才 前面那个读 新肩部的字很小 有门漆黑的 那么这一个读呢 就是说 黑的以前呢 就是多了 那么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再加上新肌 复获的时候 它的新肩呢 还是有缺取的 那么反映在 这个功能曲线上 我们刚才 可以看到 前面的那个 摄血分数呢 是58.5% 那么我们加了 复获药以后呢 它的摄血分数呢 增加了 61.68% 所以我们说呢 一个是说明 这个复获药的 起作用了 另外 从我们这个 心肌真后的 这个靶心图来看的话 也反映出了 这个心肌的 这个 缺血的情况 那么呢 可以的就是 持功证呢 还可以 评价心脏的 收缩 跟书章的头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同一个犯 同一个人 那么这个呢 是 识病呢 就是这么厚 这是一个 收缩默契的 这个图像 这个心肌呢 是最小的 心肌呢 是最厚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舒张默契的图像 这个时候呢 心肌呢 它是一个 最大的 你看 石壁呢 也没这么厚了 心肌呢 就是比原来 就是大很多 另外呢 就是 心肌呢 这个时候呢 有血液 充盈 那么我下面呢 要给大家重点呢 就是说一说呢 就是心肌呢 就是灌注的 持功证成像 那么我们研究 灌注的方法呢 有很多 超人也在灌注 吸体也在灌注 但是 做心脏灌注来讲的话 我们持功证呢 应该说是呢 是最好 什么叫灌注成像呢 所谓灌注成像 就是用 所短基因时间的对比器 我们常用呢 是GuardDTK 通过视觉 或者是时间信号 强度曲线的分析 它们呢就是 根据对比器 团注以后 首次通过 缺血心肌的这个 动力学 减出呢 就是坏式心肌 或者是成果心肌 这个就是 心肌灌注 成像的 这个 定义 那么这一个呢 是一个呢 也是一个心肌灌注成像的 一个延迟方法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 垂直于时间概的 左指 长度像 这个呢 是一个平行 时间概的左指 长度像 这个是一个感触像 那么 跟刚才比较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心肌的这个信号强度 有什么变化呢 刚才呢 我叫大家记住的 都是正常心肌的 都是黑的 那么这些地方 出现了什么情况 高信号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的心肌 有什么情况 说明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坏式 不息 那么我们就 从各个层面上 都在看了 这是 垂直时间概常 都在看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平行时间概常 一看的 心肌呢 这个就是高信号 有坏式 那么胆注像呢 就是同样一看的 所以说这个 延迟增强办法呢 就是确定呢 就是延迟 心肌平时以后 我们用到 存活的心肌 坏式的心肌 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也是另外一个病例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 是一个延迟扫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的心肌的 低信号没有了 带字语呢 就是 明瞄为这个呢 就是高信号 那么这是一个 平行常组 这个是一个垂直相组 这个是一个垂直相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时间格 心肌 左手的外侧币 都是一个高信号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感触想 同样可以看到 时间格 这个就是 左手的前币 外侧币 那么这都可以来看到 就是这种心肌 坏式的情况 成在 那么这个呢 这个也是一个呢 就是说 是一个心肌贯主的 一个延迟的办法 这个呢 是一个 休非使用训练的 电影训练 这个看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手下币 这个这个 心肌的 死皮正厚的 比正常的 减低了 没那么厚了 那么 为什么 这个地方会 心肌的死皮的厚度 会减低呢 它因为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 延迟增强什么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 那时间呢 正是正常的 前臂是正常的 外侧就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下臂呢 出现了什么情况 高信号 那么所有人 这个地方的心肌 有怎么样 坏死 坏死 所以说 它这个呢 就是死皮变薄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心肌呢 就是有坏死 所以的话 这个呢就是说 我们延迟增强 比这个功能投降能力 更好的 更直观地 显示这个心肌 坏死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呢 就是心肌灌注的一个 延迟的方法 这个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一个电影的成像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夺死的那个 上臂 前臂 行间部的那个 运动呢 就是减弱目 那么我们做延迟增强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量的是什么 坏死的心肌 这个肺的呢 正常心肌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有坏死心肌 并正常心肌的一个 混合的组成 那么我们以前 正常到这个情况以后 那么就直到临床治疗 所以这种呢 就是有坏死心肌 有存活心肌 混合存在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 给它做 极其的 这个贯卖开通的治疗 那么就是要 要保护这一部分的 就是存活的心肌 要不然呢 那么这一部分心肌呢 也会发生坏事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说 对临床呢 就是写真 就是指导办法 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呢 也是一个就是 心肌贯注成像的 一个延迟法的成像 那么上面呢 就是一个 电影的一个图像 电影的图像呢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左死的钱币 心肩部 这个死币真后呢 就是下降 这里呢 死币只看到一条 这个呢 垂直操作下呢 同样也看到 这个死币真后下降 那么这里的死币呢 是正常的 这里呢 短轴向呢 同样也看到 这个死币呢 就是说变毛 那么死监格呢 就是变毛 那么我们看到的 这种功能头像 究竟有没有 实际的这个 心肌的坏死呢 我们做延迟增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心肩部 死监格 死监格 这个心肩 啊 多时的这个 这个前提侧 都有人就是有明显的 远远增强 同样是也发生了 这个心肌坏死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这个功能头像 跟这个呢 就是延迟增强 同样是非常一致的 那么呢 我们呢就是说 前面讲 呃 持共证可以做的 形态功能 心肌的活性的检查 我们还可以呢就是说 做惯状强强成像 大家有可能认为 这不太可思议 那么我们惯犯的 一直都是 经过同样的插管 那样做 老管发展的做的 但是呢就是 现在持共证呢就是说 随着他们这个 就是 呈向速度加快 我们同样也可以 持共证的 无创的做惯犯成像 通过持共证的 惯犯成像 我们可以呢就是观察了 就是 灌状动脉的狭窄 灌状动脉的畸形 还可以做 灌状血流 或血流储备的设定 这些呢就是说 在以往都认为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今天呢都能做到 这个呢也是一个 灌状动脉的成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一个 右灌状动脉 你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是一个 左前降致 这个呢就是说 以前呢 要通过油创 导管发检查的事 我们认可呢就是说 通过了这个持共证 可以无创的 达到 那么要做灌状成像 同样呢就是说 一个定位方法是 相当重要的 现在我们国内呢就是说 高档的持共证机呢就是 也不少 但是真正要做出相当的灌状 就是没有几家医院 为什么呢 他掌握不了这个定位的办法 那么怎么样 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灌状动脉 我们做右灌状 就是先做出一个呢就是 垂直语的 时间的一个 夺死的长周围 然后呢在心底部 这个是一个灌状的一个 排口的一个起 排口的位置 然后再做了 龙之小聊 所以呢这样就 比如说呢一个 右灌状动脉的一个 虔诚的一个头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左足弹 也呢就是显示了一点 这个做危险之能 也看得到 那么 还可以呢就是说 用这种的就是 妄想的定位画面 同样也可以呢就是 显示了 就是说 右灌状动脉的这个 前程的这个头像 如果我们要做 右灌状动脉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主干的位置呢 我们就要就是 在这个右灌状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头像 就是在这样子定位 我们这样就可以把 右灌状的主观 包括右灌状的形式 其实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 左左灌 左前降之呢就是 也能显示 显示一定 但是呢就是 不如右灌状的那么清楚 如果呢就是说 我们呢就是说 要做 左左灌 左前降之怎么办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头像 是一个 平行与死间隔的一个 左死的长途头像 也就是仰强性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 左死 所以说 两张性 那么在这个位置 外面是这样的主题 如果我们这样呢 跟刚刚平行呢 一个前线位定位呢 就可能说呢 你看这是一个左主板 然后呢 左主板分出了 左前降之 然后呢分出一个 左回旋之 这个是一个定位 这个是一个定位 方法呢就是 非常的多样 这同样呢也是呢 一些显示的一些定位办法 我们就是 做不同的灌範 可以呢 在不同的位置能定位 那么呢就是 目的呢就是 只有一个 就是要把我们所要看的 灌範呢 灌範呢 写清楚 这是一个唯一的目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 就是说 你这个 持动脉灌脉成像 做出了以后 究竟多少 凌创意义的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具体的例子 然后 这个是一个 灌範灌脉成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主动脉的肩部 这是肺动脉 这是那个 主灌範灌脉斗 那么 从果断脉脉分出左主板 这个是一个 左前降 这是左回旋之 那么前降 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不显示呢 它因为这个地方 有堵塞了 所以的话就是 这个地方有堵塞了 堵塞了以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会产生心肌模式 是不是 那我们再看 它的这个 延迟正常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 这个 心内摸下 在四间间的前部 前间这个地方呢 就是 有明显的心内摸下的 延迟常化 那么这个地方呢 正好是这个 这个主前降 这个共学的范围 所以的话 这个人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延迟正常 反映到 正是这个地方的 这个灌脉狭窄 神战 那么呢 就是说 尽管呢 就是说 灌脉动脉的 那个血管照理成像 是一个 有创的检查 但是呢 它目前还是一个 我们公认的 金标准 你说灌脉动脉 十部分成像那么好 那么跟我们的 金标准 对比起来怎么样呢 它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 又灌脉动脉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又灌了这个 起始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里面 里面对比起来是不好 有黑了 那说明这个地方有什么 灌脉的狭窄 那么 持共证做出来的这种结果 灌脉造影呢 就是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说 是一个灌脉造影的同样 同样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又灌的这个起始步呢 就是有明显的这个狭窄 所以说呢 就是说 有创的灌脉造影检查 也能证实我们这种呢 就是说 无创的这个 持共证的灌脉造影检查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那么 大家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呢 是一个 又灌脉动脉 我们做持共证灌脉成像是什么 又灌的是最好显示 因为它的运动呢 最少 所以 左灌的反而不好显示 因为左是一定动脑 那么 为什么我们最好显示的灌脉 在持共证造影上 它显示不出来的 是什么 是我们做失败的吗 不是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人的灌脉造影检 我们看 右灌的这个吸尺呢 看得到 那么这个远端呢 基本上是狭窄 避身 没有呢 就是对比起充盈 大家看看呢 只能是看到一些测制的开放 一些测制循环 这些呢 就是说 所以说呢 就是说 我们持共证做了一个 右灌的一个狭窄 避身 在这个 有创的这个灌脉状 同样也是看得这个样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办法 但是我们这个呢 是一个不创的 这个是有创的 那么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做灌脉成像的时候 右灌这个地方 有一个狭窄 大概百分之 有五六十的样子 那么这个是一个 灌脉的一个反过来 也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狭窄 那么狭窄 那么狭窄以后 产生了什么后果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的位置呢 就是内摸下 这个原始强化 说明产生了心机怪事 怎么样 用这个灌脉造理 这件事 同样也能看到这个呢 就是右灌这个 中断的这个明显的狭窄 所以说呢 这个持共证灌脉的 其像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那么呢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 持共证灌 就是在关系病中的一些 具体的应用的例子 那么这个是一个女性 四十三岁 她的主要主称呢 是劳累后胸痛半年 那么为什么会劳累后胸痛 那么 是不是产生关系病呢 病人又不想去做 有错的灌脉造理检查 那我们先做一个 持共证 看一看 这个呢是一个 在这个呢 就是做 灌脉造理手术前 我们给她做一个 静细的一个 持共证灌脱从下 所谓静细呢 就是不给她吃复活药 刚才我们说的 安生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呢 时间跟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好像被灌脱呢 减低 我们做复活灌脱的时候 这种呢 这个心肌的这种呢 一系方呢 就是更清楚了 正常心肌呢 是高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低的 那么这个 这种呢 就是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呢 究竟怎么样 我们要跟这个SPDT呢 对照一下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近系的一个情况 就没有复活的时候 我们给她呢 这个 这个核数的容积呢 就是 基本上各币呢 都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给她 加了复活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这个核数的容积呢 就是明显的减低 那么这个卷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地方呢 是有缺取的 那么我们做了 惯性病呢 给她做了治疗 做了那个就是 灌脉的就是 开通鼠 那么疏后 怎么样 我们用这个持动症 来评价一下 让她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熟前 疏后的这个 不做这个 这个注获的时候 这个心肌呢 这个信号呢 就是 基本上是一个正常 那么做复活灌度的时候呢 这个外侧币 那么这里是 信号基本上 但是这个呢 就是 间隔壁的时候呢 好像信号 还是有 还是有一点减低 但是跟我们 做灌脉开通之前 它这个解肥的 明显的好等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另外一个 一个病例 一个52岁的女性 也是然后呢 这个胸痛 病死三个月 那我们这个呢 是做一个呢 就是运动的成像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下壁的这个运动 你看这个下壁 靠近间的什么呢 没那么厚 这个呢 也是 一样的 本来这个可以动 现在动了点 运动卷弱 那么运动卷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呢 就是看一看 我们做灌脱成像 做灌脱成像呢 这是一个近隙的灌脱 什么可以看到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时间内的前部上面的这些 信号是高的 那么靠下壁的这个呢 信号的减低 所以这段也缺取 那么这种呢 就是近隙的灌脱 还不能完全出现问题 那么复活怎么样呢 复活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低信号更低了 那么我们就 更进一步证实了 这个地方呢 心肌呢 是有缺血的 那么 我们持工程 争吵到了这个 心肌的缺血 我们做其他检查 怎么样呢 这个人呢 同样也做了这个 就是ECT检查 这个是近隙的 是ECT 那么 各地 核素浓菌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 看不到的缺血 我们做复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跟持工程看不到 同样为了 多时的下壁 这个地方呢 额实呢 就是说 农剧那些明显的减低 那么也证实呢 就是说我们持工 观察到的 就是心肌的缺血 那么这个是一个 做了那个 患者呢 就是做了呢 就是 灌脉开通手术 做了灌脉开通手术 以后我们再来做这个 持工的灌脱 复查 那么这次过 俗前进行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呢 就是 看得出有缺血 那么复活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的就是 也有一点点 但是呢 比手术前来要明显的 好大很多 这个就是说 可以这个 描效观察就是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冠性病 很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 急性的就是 心肌育症 也叫急性 事件 那么 在持工症上 这种急性心肌育症的 信号 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呢 就是记住这四条 第一个就是 耿舍区的心肌的 信号最高 这个呢 是TL加弹项 以前的持工症呢 就是 速度不大很快的 这个呢 做了一个常规训练座 那么现在呢 就是 原始要做这个训练 但是大家还要记住 他的信号的肯定 另外一个就是 耿舍区的死地 截断性的变故 所谓截断性呢 就是大家有时候 不是一整起 它是一段位的 共血的分布范围 关系 就是说 截断性的变故 还有呢 就是耿舍区的死地 截断性的 运动减弱 死地的 增后率的降低 这个是 运动功能的障碍 还有呢 就是 守过贯部 减低 就是说 我们做了对比基 守过贯部 他那个地方的贯部 是减低的 为什么贯部减低 因为他的贯部 也闭捨 他那个地方的共血不好 心肌呢 会有延迟增强 为什么有延迟增强 因为灌和闭射以后 且产生了心肌的那个坏死 所以呢 会有延迟增强 那么这个是一个 具体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68星的男性 极其清等以后三周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做守过贯部的时候 使兼克 着死的前提的时候 明显的这个 低信号 做延迟增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有一圈的这样的 就是延迟的强化 那么这个白的 是代表 坏神情 而残层的这种黑的 是代表 重索情情 那么这个 这种贯部 手过贯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使兼克 那种前提的 明显的低信号 做延迟增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有明显的 高信号的延迟强化 那么说明 这个地方就是 产生了心机坏事 以上呢 我们讲的是 急性心机品色的情况 那四个真相 四个要点 大家要记住 下面就是 我们要说一说 就是成就性 心机品色的情况 成就性心机品色 就是说 急性性感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这种心机改善 那么它的这个 心机的这个 信号 就是跟不同的 免塞时间 跟不同的分期 就是很有关系 另外呢 就是 免塞区的死壁 结盖性的变薄 就是比 急性器的时候 更明显 因为这个时候 有显弯化 再一个呢 这是功能改变 就是变薄的死壁 收缩期 增后率 明显的降低 这个它有个标准 就是不是 稍稍降低的人 就可以整断 降低的 要小运的 三十以上 有的时候 甚至呢 就是没有运动 这个是一个 第三个 另外呢 就是变薄 或者是冰冰冰的 减弱 跟前面一样 另外心肌灌注 跟那个 急性心肌 也是一样 也就是 灌注减低 加延迟性化 那么这个是一个 歧视预生的男性 当然 心肌可能是有个半年 我们做手过灌注的时候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左手的这个 时间的潜低 这个信号减低 那么这些 这一部分呢 这个不心肌的信号 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呢 做延迟正常的时候 同样也看到 时间的潜低 明显的这个延迟增强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产生了就是 心肌的坏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成就性心肌可能是 的一个情况 讲完呢 心肌可能是 急性的 成就的 像我们要说一说呢 就是 心肌可能是 有哪些密发症 大家呢 就是想一想 都有内科学的血管 心肌可能是 哪些密发症 请哪个同学 请来回答一下 谢谢 心肌可能是 心肌可能是 它密发症 比较多 厚果比较严重 就是比较常见的话 多是 四臂瘤啊 腹壁血栓啊 还有那个 时间格也可以穿孔 乳头经济也 可以光链 对 它回答得非常好 那么呢 就是说我们心肌可能是 这种主要的这个 四大密发症 就是 四臂瘤 腹壁血栓 十间格穿孔 乳头经断裂 那么 对于这些心肌可能是 的密发症 我们持共证呢 有什么办法没有呢 有的 这个呢 就是说 是心肌可能是 那个 四大密发症 四臂瘤 腹壁血栓 十间格穿孔 乳头经断裂 这些都是平常常见的 那么 死壁瘤 在这个 持共证上 有什么特征呢 一个 就是 左死壁 階段性的 变国范围呢 就是比较大的 要产生死壁瘤 都必须要广泛的 那个心肌的病变 才会这样 所以病变方法比较大 另外一个呢 死壁瘤呢 它是一个 反向运动 或者是运动销售 什么叫反向运动呢 我们知道 心肌收缩的时候 它是要活动的 舒缩的时候 它在膨胀 所以反向运动呢 就是我们心肌 该收缩的时候 该活动的时候 那么心肌呢 它反而出去了 该梳妆的时候呢 它反而缩回来 这就叫反向运动 那么 产生死壁瘤以后 自然会产生了 左性死的很显的扩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死壁瘤 它那个地方的血流呢 就是窝流 会产生一些 复壁的血栓 这就是死壁瘤的特征 这是一个 具体的一个 心肌肯食的一个病人 这是我在 这个叫台州医院的时候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左石呢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 收缩系列的特征 这是一个 舒缩系列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左石的形态呢 跟刚才我们看的 正常的形态 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 从石间隔 心间隔 很明显的疯触 这个是一个 具体的死病瘤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 就是因为它 产生了广泛的心肌坏死 再看看它的颜值增强 我可以看到 左石的前壁 心肩部 下壁 广泛的心肌坏死 还有呢 左石的这个 使肩部也广泛了 这个心肌坏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死壁瘤形成的原因 就是它产生了广泛的 心肌坏死 那么呢 大家看一下 反向运动 大家看一下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电影的情况 大家 该收缩的时候 它没有 它就反而堵出去了 这是一个死壁瘤的 一个典型的表现 这个呢 同样还是它的 这个 收缩的时候 它的额外 这个呢 就是死壁瘤的一个 反向的运动 那么我们刚才 反复的叫大家 记住了左石的 这个容量曲线 正常应该是这样凹下来 那么这个呢 这一个呢 就变成了 几乎是接近一个 平直线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死壁瘤 它心脏收缩的反向 它在那里 做不效运动 它那个 左石枪的血液 射不出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 很平的头像 大家可以看 书章瘤的容计是 304 收缩是2 还是3 没有多少血出来 那么它的射血分数呢 是13.5% 那么这个呢 是很低很低的情况 完全低于 一定上好多倍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呢 就是我们 刚才讲的 这个靶心图 是反映了 这个死壁增厚的情况 那么大家看 这个靶心图怎么样 漆黑一片 为什么呢 它的那个 心肌没死以后 死壁明显变坏 基本上是没有那个死壁的增厚病毒 所以呢 这个 变成了漆黑的一片 这个情况 再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灌注的情况 做灌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没有对比进去 就是进行灌注 一个平直线 这个呢 这个呢 做它灌注的时候 就是 车达它的那个灌注曲线 是一个平线 那么你说 这个灌注的时候 看到这么严重的情况 我们用金标准来检验一下 看看究竟怎么样 我们给它呢 做灌注 灌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灌注的这个 前降致呢 就是明显的臂神 从这个地方里面 但都没有了 前降致呢 明显的臂神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呢 就是 严重的 广泛的 心肌原始 这个呢 是 又灌注的 又灌注的也有病 但是还是基本太痛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有一部分死病呢 还是正常 嗯 我们知道呢 就是心肌原始的另外一个病话 就是复壁血伤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 复壁血伤的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死病 那么这个黑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复壁血伤 这是一个复壁血伤 所谓复壁血伤呢 就是在这个白血的对象上 就是在心肠内的这种 就是充盈的缺食 是一个复壁血伤 那么我们呢 再给大家呢 就是说 举一个例子 那么就是说 持共振的这个成像 跟其他的这个 怪怪成像 那么究竟呢 就是说 有什么 优缺点 那么我们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个人 这个是他们的心脏病毒 某款手术病毒呢 基本上是正常的 这个呢 是模拟的这个 心脏的内部 外部的病毒计划 可以看的就是这个呢 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 但是呢 患者也有症状 怎么样解释 你能说患者没病吗 恐怕不能这么讲 我们给他做这个 新功能车辆的时候 你看 这个呢 是正常的 新功能曲线 这是一个复活性 复活后 死定生后 基本上都是 所有的这些检查 基本上都是正常 那怎么办 我们给他呢 就是做那个灌注成像 做灌注成像是 你看这个是 右侍是一个 左侍还没灌 这个是左侍开始灌注了 左侍开始灌注了 这是什么呢 心肌灌注 这是心肌灌注的暖气 我们做心肌灌注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个死结合的 这个中部这个地方 始终呢 就是有一个 低信号的 一个无灌注器 那么这个地方 究竟是不是 一个 低灌注区呢 那么在结果延迟增强的 我们做延迟增强的 我们做延迟增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死结合的中部 这个死 心电望下 这个地方有明产 延迟强化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点 这是一个胆注内上看的 那么长注内上呢 我们同样能看到的 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这个延迟增强 所以说呢 就是说 我们做 心脏的形态没有问题 做功能检查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做患度增强的 这个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 这个 心电望的这个 患度检击或延迟增强 那么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地方呢 产生了局兆性的一个心肌患死 那么这个就可以 我们可以 明显的解释呢 就是患者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症状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 时空能做患度神像 或者延迟增强 对 一些呢 就是临床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可以很少的患者的 就是你的答案 这个呢 是我们给他做的那个 灌注的分析 同样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灌注曲线呢 变得比较平脂 比较低 那么呢 就是说我们呢 今天呢 就是基本的内容 就这么多 主要是来讲 持统症呢 心肌的技术 临床应用 临床应用 主要包括呢 就是疾心心肌症 麻疾心肌症 还有呢 就是一个病化症 病化症呢 就是主要讲到 我们讲的是病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心肌 就是说 病人来了以后 做持统症的时候 你要给他做哪些东西 大家要心里面有 要明确的概念 那么呢 就是说 我们小结一下 今天呢 就是说 关心病 是持统症 持统症 持统症想 一次讲到给侯的 多想这样 包括呢 是形态 功能 断除 心肌的核性 冠状中的解剖 心肌症的一个病化症 这个呢 是一次检查可以 或者这么多的信息 这是其他硬活检查方法 是不可逼你了 第二个 我们持统症 成像呢 就是可以区分的就是 心肌和医生 或者是存活心肌 这个呢 就是说 指导寝床治疗 评价治疗的效果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对可逆的惯性肌症 或者持统症 持统症 成像是一个非常 价值的诊断 或水准方法 为什么 他无创 患者容易结束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呢 就是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呢 就是说 大家呢 就是说 从我这个讲课上呢 就是 还是 远远的不够 那么我们 有一个呢 就是像教学网站 等一下呢 就是 大家呢 具体的演示一下 大家呢 就是 进到呢 就是 进到我们呢 就是南华院 就是说 那个网站 有一个呢 就是说 教学的就是一个 网站 有个有个文影像 教学网后 大家手上呢 就是都有这本书 叫做 《医学影像》 网上虐骗十七指南 大家呢 就是要看一下 第四章的 图示 114 到128 发图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大家呢 就是下去以后呢 就是要做的事情 那么 除了这个网上 约片以外 我们呢 还要给大家呢 就是 不知几道呢 就是那个 游戏的思考题 那么 那么 那 那 这些呢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 一个呢 就是 大家要了解呢 就是 持共振 在惯性精神的方面 可有哪些作物 这个 这个体呢 就是要了解 持共振的做什么 这个大家呢 以后 临床工作呢 要实际的应用 值得要使用它 第二个呢 就是要转捕呢 就是 极性新极品色的 持共的表现特点 这个大家要找 还有呢 成就性新极品色呢 就是一个特点 这个呢 就是说 这几个题 大家要对照今天讲的内容 好好地复习 另外 还要给大家的推荐呢 就是一本 参考书 就是我们 刘宜清艳势品编的 新学管理相语买学 那么 对着这本书呢 提到21145 到21146 主要是讲的关系密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这一部分 大家呢 有机会的时候 应该呢 好好看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上课呢 就是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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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还有 Cannon